大家好 现在我讲一下电机空撞的原因有几个 乔氏摆闸正常情况下三个定位 这边是零位 左到位 右到位 那么开门方向有两个 左开闸 当一定的时间 这个时间可以设置 它会到正中间 然后按右开闸 也按右边方向形式 正中间的是零位 对应的摆闭也是在正中间 有的时候物流一松动 会把这个线位片 可能会有一些松动 会感应不到 比如这种情况下 我把这个线位片按90度的转一下 那么这种情况下电机是一种不正常的 我按下开闸按钮 电机在空撞 实际就是因为这个线位片移动了一个90度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要把线位片移动90度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就把这个电机调整过来了 这个左开闸和右开闸都会是正常的 我们电机现在已经正常使用了 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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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